萝卜水分特别足 不仅空气 还好吃 但也别总是炒着吃 今天教你另一种做法 大白萝卜切丝备用 锅中煎上5个笨鸡蛋 把鸡蛋煎至两面焦火 然后切成大大的小块 煎蛋布不用洗 直接放葱蒜炒香 然后倒入萝卜丝 小火煸炒 我每天都在分享一道家常菜 喜欢的话就帮忙点个小爱心 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然后加入一碗长姜水 倒入煎好的鸡蛋 小火煮上5分钟 调味只需要放一勺盐 撒点虾皮提鲜 再咕嘟个一分钟 出锅前撒点葱花就可以了 萝卜丝汤这样做 好喝还不油腻 你学会了吗